慌张的喊求救,美国一架单引擎轻型飞机的驾驶在当地周四晚上八点左右向塔台发出求救讯号 这架再有两名人员的飞机从天纳西州起飞,结果飞越北卡罗那纳州时已经发生故障 没想到驾驶才刚通报塔台异状,飞机就完全失控 飞机就坠毁在26号洲际公路上堵住公路的车道 整架飞机也被熊熊烈火吞噬,黑烟只窜天机 而且飞机坠毁前竟然还勾到电线 造成周围地区大范围停电 还好机上两人成功脱逃,在送医检查后没有生命大碍 只是飞机的引擎为何会突然故障导致坠机 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介入调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Para passagesrad ignored by罵杀,ro 按 dicho â Doesn't refuse回应 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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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 room